大家好,我是阿石 我看影片留言看到很多香港朋友玩不到OpenAI的GPT-3 所以我自己在这个隔期中 用了十几个小时时间 由零开始去学习Programming 弄了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就是Facebook 广告 文案生成器 我怀疑是中文市场中 第一个可以生产中文的文案工具 我自己第一次去写Program 大家不要期望那么高 好,在影片里面我很快去简单讲一下 这个工具是可以怎么用的 第一栏你一定要输入的就是 你的产品或者服务是什么 在这里 例如你卖蓝牙耳机的 你可以打 Bluetooth 耳机 然后直接按 提交就可以了 上面这条蓝色的bar就代表它在混合 混合期间不要按多一下 就出来了 你说英文 由于你这件产品名是有英文字和中文字夹着 它就会自动detect用英文的 不用担心的 在这里你会看到你可以控制它 输出的语言 在这里你可以打中文 按提交 你会发现中文的文案生成是会久一点 就看到了 新一代的蓝牙耳机 让你不会错过一个 重要的声音 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配备了蓝牙耳机 都可以轻松聆听 声音等等 这些文案不是在互联网copy 所以你每次再提交的时候 他申请出来的文字每一次都会不同 现在再试一次 你看到现在有不同的文案 在这里你会看到 这个中文的文法 好像有点像台湾的康 其实你可以在中文里输入香港的中文 尝试叫AI 去写一些接近香港文法的中文出来 因为我们香港和台湾的用字有点不同 例如marketing 台湾叫做数位行销 我们香港叫做数码营销 所以有些字会不同 你现在按香港中文之后 你会看到似多了是香港的文法 这里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另外你也可以加一些文案的风格 例如你可以试一下 在这里打fony 一些简单的字 例如professional 你用中文打的 你可以打专业 有趣 你也可以试一下用口语 然后这样提交 现在申请出来的文案 感觉上都不是很口语 有时候你可以这样去试 再指明是香港的口语 再提交 有时候AI是会理解不了的 他说打香港口语的时候 他直接把香港的口语 放在文案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不用放弃 你可以继续按多几次提交 有时候他会了解到香港口语是什么意思 或者我试一下上面是打 香港口语下面是 中文 现在这个就比较接近口语的方式 有时候 他会把 他会把 那些广东话的口语放上去 都可以花时间多按多几次去试一下 另外有些情况就是 如果 你有一些特定的字 是想出现在文案上的 你可以打在中间这个位置 例如 你是想一定要出现高品质这个字 还有你想有材料 你是有用到的 你可以打 例如你的材料是叫做 银线先算 然后按提交 他就会把你这两个字 放入文案里 他会 自己去理解你这两个字 为什么呢 尝试帮你砌下去的字 这个就是 快点来听听 最新的南亚耳机 简直是好像现场 现场的演出 这些高品质放进去 还有更以 银线粉袋设计 就是这样 当然你的指示要清晰一点 例如银线 制作 这样 再提交 你就看到了 我们推出的南亚耳机 以银线制作 他会了解到 这个银线的意思是 说着 材料 是用什么做出来 除了产品之外 服务业都可以去玩 例如美容业 现在我经常见到的广告 就是说 一样东西叫做 皮苗 激光 下面这些我第一次试的时候 我通常都不会给那么多指令 按提交 看他能不能理解 这件事和美容业的关系 他能理解到皮苗激光 和皮肤的关系 皮肤 烦恼让你困扰 不用烦恼 我们提供最先进的皮苗激光 技术 有助 减少 豆豆 我不知道这部机有什么用途 大家可以试多几次 由于这个字是中文 文案语言 我不需要刻意说是中文 例如文案需要特定的文字 例如你可以说 十年经验 信心 保证 加上去看他会做什么 他懂得砌 精湛技艺 信心保证 想尋找完美肌肤 皮苗激光就是你最佳的选择 我们拥有超过十年经验 他砌得挺好的 如果你问我 其实这些工具不是要取代 寫文的人 而是帮助寫文的人 去做零到一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白纸空 想不到写什么 你可以当这个工具是一个 帮助你去brainstorm 一些新的idea 最终你都要用人手去 去整理文案 因为 你整理文案 是会比你 从零开始去写 这个工具 其实背后我是在付钱的 你每一次按键的时候 其实后面是在扣 我钱 那些credit 扣了 我就收回这个工具 现在大家有得玩 就自己免费去玩 大家遇到任何问题 或者遇到什么意见 都欢迎留言 告诉我